嘴巴 我真的很兴奋 我現在很兴奋 今天我們竟然是有機會介紹到和測試到這輛林寶鞭尼 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我是Chris 沒錯,今天來介紹這輛單車界知名度是相當高 也是一輛很有人氣的單車,雖然說是一輛很有人氣的單車 不過擁有它的人都不可以說是很多的 因為它的價錢是很昂貴,它這個品牌出的單車都是比較貴的 那這輛是一輛什麼單車呢?為什麼這麼貴呢? 其實這個品牌還未推出這個型號之前都已經是一個很出名的品牌 它舊那幾款的單車的車架型號都是很受人歡迎的 不僅是這款最新的公路車,它舊那幾款都已經是比較出名的 不如在介紹眼前的這款公路車之前就講解一下這個品牌 其實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它這個品牌就是PandaVero 這款車的型號就是比較新的F12 它舊一代就是F10,再舊一代就是F8 再舊一點是65.1 那由它65.1來到現在呢 F12每一輛車都是很受人歡迎的,人氣都是很高的 第一個原因我想是跟它的品牌有關 意大利的一個品牌,意大利的血統 然後除了它這個品牌之外 它這個品牌出的型號的單車都是拿過橫發冠軍的 是由65.1來到現在的F12 每一輛車都是拿過橫發冠軍的 65.1拿過,F8拿過,F10拿過,F12都有拿過橫發冠軍的 嘩,一聽到就厲害了 嘩,這個品牌它出的款款型號 都拿過,差不多拿過橫發冠軍的 當然除了它的車厲害之外 踩它的人都是一樣這麼厲害才會拿到冠軍回來 所以就有不少人都看到,嘩,冠軍車隊都在踩這個型號 所以就很多人都會去選擇這一輛車,當然如果那個荷包是足夠的話才可以入手到這樣 除了橫發冠軍之外 也都拿過橫西和橫二的冠軍 橫西和橫二就不是款款都拿過的 我記錯好像是F12有拿,F12是拿了橫二的冠軍 前一兩款我都記得是有拿過橫西和橫二的冠軍 對了,那就是一款非常厲害的品牌 而它推出的每一款車的性能也是很高的 不單是性能,外表看上去都真的很帥 我覺得在公路車裡面,這一部可以入到頭五名的公路車 只看外表,如果不看性能 只看外表有不有型,漂亮不漂亮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一定可以入到頭五名 這部是其中一部來的 看上去真的很有能保堅尼的感覺 你看它的車架整個設計 因為有些公路車就算是很頂級也好 它那一款車看上去的氣場 外表外形看上去都是比較普通 例如說V3RS,V3RS都是拿了橫發的冠軍 但我覺得它這款車看上去是很普通的 真的很普通的一款公路車 但F12一看上去真的超級跑車的感覺 大概就是這樣 為甚麼這個品牌會這麼出名 就是因為以往的橫發冠軍車隊 就是踩這個品牌的單車 我想最出名的其中一位車手就是Chris Froome 就是那時候就是踩著這個品牌的單車 拿到橫發冠軍、橫西冠軍和橫意的冠軍 好啦那現在就來介紹一下這部的公路車啦 嘩這部的林寶堅來啊 那就馬上介紹時間啦 這部公路車就是Pandavero Dogma F12啦 是一款最頂級的公路車來的 它的定位就說是全能型的一款單車啦 在空氣力學、輕量化和乾性做了一個極致的平衡啦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外表也是很破風啦 它的前叉是好像一把很粗撞的彎刀一樣的 後叉也是一樣啦 它的BB位也是比較結實啦 我想是可以提升乾性不少的 這樣踩下去 發力的時候可以做得更加好、更加硬 還有它這款車是採用了一個車架左右不對稱的設計 因為考慮到一個人 左邊和右邊的肌肉是不對稱的 不一樣的 所以它這個車架就採用了這個左右不對稱的設計 不單止是它本身的車架啦 它的拉花、它那些Logo 都是左邊和右邊是有少少不同的 例如說它這裏是印了它這個品牌啦 Pandavero 但是另外一邊就不是Pandavero 是Dogma的 這部車的顏色很明顯就是黑色 很有這種暗黑跑車的感覺 F12除了黑色之外也有其他的顏色 例如說紅色、橙色、藍色、白色也有 這款車是黑色 但是它的黑色不是就這樣普通整架黑色的 它是有一個令面和啞色去作一個配搭 看到是主要是啞色的 但是用了一些 例如說它的Logo是令面的這樣 襯托這架暗黑跑車的 這樣看下去是增加了一個層次感 然後我們再看看它的手把 它這個手把就是跟著它這個車架 就是一枝一體式的手把 可以令到空氣力學更加好 整枝是一體式的手把連上一枝鵝頸 它的戒指也是一體式的 整個統一的感覺 這樣就出來了 看完手把我們看看一枝座管 它這一枝的座管要調校高低就在後面 有兩顆螺絲 不過它這個螺絲就不是六角來的 是星形的那一隻 兩顆星形的螺絲 那我們看完車架了 現在就來看看對LINK了 嘩 它這一部車不單是它的車架最頂級 它對LINK也是一樣頂級的LINK來的 就是SWEEP的454 然後再看看它這一些的鋸齒位 嘩 整個味道 跑車的味道 真是出來了 那就是一對框高58的坦輪 嘩 然後它的變速器是用什麼呢 嘩 這一款的變速器 亦都是最頂級的變速器 就是SRAMREP ETAG FCEP 是無線電子變速12速的電子變速例 那就是以往都曾經是介紹過的 就是現在最先進的電子變速例 那我們再看看它的齒比 它的大小餅就是4835 超壓縮盤 然後後面的飛輪就是12速的飛輪 最小是10最大是33 1033 它的煞車系統很明顯是碟煞 油壓碟煞 跟著電子變速再配上SRAM油壓碟煞 那整架車最重要的地方就展示出來了 那我們再看看它的一些小小的配件 那這個馬錶就是GPS的馬錶來的 加綿的830 下面的這支電筒 後面的紅燈 這盞的尾燈是可以由馬錶操作 例如開燈那些是比較智能的玩意來的 那我們可以看看它的後變速器 是轉用了這個CS的大導輪 看到一個很大的導輪 這部車的變速器也是裝了一個額外的配件 就是在上把這裡黏了按鈕 這個按鈕是當你觸著上把位置的時候可以變速的 那就有兩個按鈕在前面 那它的大餅這裡也有一個功率計 可以在馬錶那裡看自己的功率是多少的 然後這部車的腳踏就是用SIMANO DUO ACE的LOTTA 水烏架和它的座墊 都看到它這個品牌是跟著它本身這部車的配件 它這個車架配的手把和戒指就是這個手把和戒指 看到是印了這個Logo 它的水烏架也是這個Logo 它的座墊也是這個Logo 那就跟著整個配件 這部車系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一集就是測試 戶外實測這部林寶堅尼可以有多快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 今天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今天不見到過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的電視 你們下條片 我嘗嘗會 說到大體煙 我們下條片